車禍現場留下死者的鞋和手袋 郭菲直女傭和六歲女童證實當場死亡 警方用帳篷蓋住屍體 死者的家人接到警方通知後趕到現場 女童家人情緒激動 警員就在場搜集證據 鄰頭車過馬路後停留在大約六七米之外的位置 現在在現場會見到明顯的煞車痕 警方說現場不是交通黑點 司機都沒有衝紅燈 當時外傭帶著女童回校趕著過馬路 泥頭車就剛剛轉彎撞到他們 過馬路的時間 現在初步就看到是轉了燈 意外發生的時間 司機是不知道有人在前面過馬路 他是聽到車有滑到東西的聲音 他才停車 當然那兩個行人是被車的右邊的車輪滑過 有目擊者說不清楚當時有沒有人衝燈 見到有兩個女子一大一小就撞到 已經躺在那裡 有泥頭車在那裡 香港蜂瓶電視記者王家林報導